这100天卓院长带着我们大家 是用跑白米的心情 短期的施政都已展开了 其实我们花更多的时间 是在为未来的整个 中长期的施政计划打顶 不同的身份 对我可能是一个过程 背后有一点一点的理想 它是一直在累积 在不同的阶段 当一个快乐的工匠 和众人之力 我们可以慢慢 堆砌出一个很可爱的台湾 感谢观看